主席 多謝司長和局長的回覆 司長的提議非常好 我們不夠將來 我很有興趣和梁榮仔議員 起碼參觀一下氣象局裡面的運作 因為事實上我們收到很多投訴 裡面的管理和設備殘舊 導致員工士氣低落 令到工作不安 而很多時候都會見到一些不尋常的事情 導致效果落在市民的身上 對於設備 剛才崔世平也說到有關於軟件 我也有說到關於設備 這裡我有一個設備 這個設備不知道是甚麼設備 就是氣象局的天台放上去的 不知道是用來檢查地震 氣候還是甚麼 這裡有一個板子給你的 司長可以送給你的 你回去研究一下 慢慢告訴我們 究竟這個設備是用來做甚麼的 以及為何當時有現在挨挖挖挖 所以我會希望 市長局長都沒有回答我們的問題 究竟你們裡面的設備 原面線 電腦系統數據方面的工作 管理方面 員工反應意見是正面的 你們怎樣對待 我希望可以解答 還有可以透明度高一點 告訴我們 究竟是發生甚麼事 因為裡面的運作 是非常之關鍵的 如果裡面的運作 遇到很大的問題 遲早是會反應出來的 所以這件事也是一個透明度 政府根據公職法 長官和司長都有權 根據公職法第三百八十幾條 可以檢查一下究竟那個部門 現時的狀況是怎樣 因為我們很關心這個部門 因為他們裡面的運作 導致我們生活的日常有沒有問題 因為你們的做法 以及你們裡面的運作 以及你們裡面的管理 是很關鍵 我很希望這件事 司長去看一看情況是怎樣 以及不夠將來我們安排的時間 我都很有興趣下去 甚至洗手間有兩個五毛錢 沒有人都夠膽拿的 那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在今時今日 我也不知道怎樣形容 不過留待下一次時間 但是因為時間都不夠 讓我去講完所有的東西 所以這些這樣的設備 擺在氣象局的天台 是一個挺有趣的東西 挺有趣的東西 值得我們介紹一下給我們 局長你也認得的吧 以前有現在沒有 但是為什麼現在沒有 而是否需要再放上去 我們的氣候天氣會好些呢 多謝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